那一部古装剧最火,收视率最高,估计环珠格格,应该是毫无争议的第一。 无论是收视率还是重播的次数,环珠格格都傲视群雄。 那么,那部古装电视剧口碑最好,豆瓣评分最高呢? 这次环珠格格就要出局了。 正确答案应该是《大明王朝》1566,这部剧豆瓣评分高达9.5,被誉为最有良心的古装剧。 虽然刚播出的时候反响平行,可后来网上一片叫好之声,甚至有人称这是中国最好的古装证剧。 《大明王朝》1566,笔者也曾经认认真真看完此剧。 可看完以后,心里却非常不是滋味。 客观说,这部剧拍得确实不错,而且演员的演技非常棒。 陈宝国扮演的嘉俊,倪大宏扮演的严松,王俊祥扮演的胡宗倩,赵立新扮演的商人沈一时,王静松扮演的太监杨金水等。 确实堪称良心之作。 不过,这部古装证剧也有美中不足,存在不少瑕疵。 今天,笔者就来谈谈这些瑕疵。 首先,实实不清,这个问题对一部打住历史证剧的电视剧来说, 是比较致命的,艺术作品源于生活,高于生活,这个没有问题。 但是,作为一部历史证据,在一些基本的史实之事上,不应该出现大面积的错误。 但大明王朝出现了这类错误。 上例子,大家一定对电视剧里的赵真集有印象。 这个江苏巡抚时尔和胡宗献作对,时尔和胡宗献合作。 作为徐阶的弟子,他把徐氏集团的利益,把和颜松斗,放在第一位。 看到这里,彼者感到有些难受,因为,历史上的赵真集,不是这个样子的。 赵真集,赵真集是四川内江童子罢人,少年时代就以聪明好学,一身侠气闻名。 当朝首府杨廷和与嘉敬皇帝,因为大理事件闹翻,黯然下台回乡。 当时,赵真集才二十一岁,当中举人,前往新都拜会下台的老首府。 丝毫不顾未来,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前途。 老首府对他评价很高,甚至高于自己的儿子。 是江卫设计器,无儿甚至阳甚,福歹也。 不过,赵真集一生的仕途并不顺。 电视剧里有两个错误。 第一,赵真集从来没有担任过江苏巡抚的职务。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礼部任职,更谈不上给胡宗献添赌。 第二,电视剧说嘉敬让赵真集入阁更是胡扯了。 赵真集确实入阁过。 但那是在嘉靖此后,龙庆皇帝继位后,赵真集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阁。 如果说江苏巡抚和入阁的问题,还能当作艺术加工当然。 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艺术加工,说得过去。 那么,完全改变了赵真集的人品。 就不能不说是导演编剧的责任了。 刚才说了,赵真集是一个极恶如仇,一生正气和侠气的人。 他在杨平和落难的时候,可以毫不顾忌地去参见杨平和。 他在明知嘉靖皇帝非常猜忌王阳明,不喜欢王阳明的情况下。 还给王阳明的嫡传弟子王更很大帮助。 并为他写下了木志明。 他一曾当面质问严松弄权之事,并把严松挥下权臣赵文华骂得狗血喷头。 他还未修大殿之事,直接顶撞嘉靖皇帝。 被庭杖伺候,这么一个一心为国。 刚正不阿的赵真集,到了电视剧里,怎么就成了一个虚极壁祸,一心党争的人呢? 这一点,我觉得导演编剧要么对历史不太了解,要么就是把很多官员的个性融进了赵真集理念。 那么我要说一句,这个赵真集,并不是历史上的赵真集,而是导演编剧自己创造出来的赵真集。 说到这里,我不得不再衍生一些内容,因为这部电视剧在这个问题上。 犯的错误还真不少,大明王朝有一幕情节。 真是惊到我了。 皇帝因为阎党、阎松和徐党徐阶的内斗,非常生气。 一怒之下,把阎党和徐党的两大核心人物严世帆和张居正,都赶出了内阁。 相信很多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,对这一幕都有很深的印象。 可是,这是不可能发生的。 为什么? 因为在嘉靖一朝,张居正根本从来就没有入阁过。 他是在龙庆皇帝元年,才以龙庆老师的地位,立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才入的内阁。 至于阎世帆,压根就没有入阁过,一次都没有。 所以,也就完全不存在,嘉靖把他们赶出内阁的事情。 这个情节完全是虚构出来的。 压根不可能存在。 张居正。 那么,导演和编剧,为什么会犯这个低阶的错误呢? 第一,张居正被电视剧入阁。 可能是编剧为了增强张居正的地位和作用,有意识拔高了张居正在嘉靖朝的政治地位。 其实,嘉靖一朝,张居正作为徐杰的弟子。 徐杰看重的政治接班人。 徐杰大部分时间,都把张居正放在汉林院。 并不让他参与和颜松的斗争,是一种保护。 这正是徐杰高明的地方。 道理很简单。 和颜松斗,是要付出代价,付出牺牲的。 比如徐杰的爱徒杨继胜。 这位忠贞的爱国者。 高引住自己做的绝命师。 走上了颜松给他布置下的刑场。 好气还太虚。 担心赵千古。 生前未了事。 留作中魂补。 这样的事情。 徐杰绝对不允许发生在张居正身上。 因为他觉得张居正能做更大的事。 能接自己的班。 不该做这样的牺牲。 所以,严格意义上说。 在嘉靖朝,张居正的任务适合未来的皇帝。 当时的欲望搞好关系。 而不是急注入阁。 第二,颜世帆被电视剧入阁。 可能是编剧被小阁老这个称呼所欺骗了。 小阁老确实是很多官员背后称呼严世帆的外号。 严世帆是严的官智公布左侍郎。 因为有一个秉国二十年的首府老爹。 所以严世帆经常不可一世。 尤其是颜松年纪越来越大以后。 严世帆更是只手遮天。 经常代替颜松批阅档案。 逃你批语等。 所以大家称呼颜松为老阁老。 那么颜世帆自然就成了小阁老。 但事实上,颜世帆的权势来源于他的父亲。 并不是他自己有阁臣的地位。 所以,这个也是错误的。 严世帆,几乎所有的古装电视剧,都会出现一些虚构的人物。 有的是为了情节的需要,有的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。 大明王朝1566,也不例外,比如虚构的商人沈一时就很好。 有血有肉。 赵立新把他演得唯妙唯肖。 既推动了剧情的发展,又让我们这些观众念念不忘。 可是,有的不应该虚构的地方,编剧却莫名其妙去虚构了。 这个问题就大了。 拍历史剧的一个惯例,小人物可以虚构。 比如沈一时,比如杨金水。 这些都没问题。 但大人物能虚构吗? 颜松、徐杰、张居正这类大人物。 你总不可以虚构吧? 也许有人会说,这些大人物没有虚构啊。 不都是真名出现的吗? 是的。 这些人物都没有虚构。 可是有一个地位,不亚于这些人物。 甚至对皇帝的影响力,还超过这些人物的大人物。 却被虚构了。 他就是电视剧里嘉靖朝的司理监长义太监吕方。 吕方。 纵观嘉靖一招,并没有出现过这个人物。 司理监长义太监,可不是一般人物。 而是可以和内阁首府相提并论的大佬。 一般把内阁首府称为外相。 把司理监长义称为内相。 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,怎么可以虚构呢? 这和虚构言松和徐杰,也没什么分别了。 有熟悉明朝历史的朋友,可能觉得这个吕方的原型,应该是大太监吕方。 笔者觉得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准确。 按照电视剧的情节,吕方是跟随嘉靖一生的老太监。 风光了一生。 嘉靖临此前,才把他贬处出去。 然而,历史上真实的吕方不是这样。 吕方的发迹严格来说是龙庆皇帝时代,和电视剧里的吕方,完全不是一个时代。 所以,他不太可能是吕方的原型。 而电视剧里出现的其他太监,比如冯宝、孟冲、陈宏等人,都是真实的身份、真实的名字。 偏偏他们的老大,用了一个虚构的人物。 不能不说是一个瑕疵。 总体来说,如果抛开这些条条框框来看, 《大明王朝》1566,还是一部很不错的电视剧。 起码是近年来少有的能让笔者看完的历史剧。 无论是剧情发展,还是演员演剧,或者服装道具, 都堪称一流。